那么这个设定值呢 它有个范围 那么这个范围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滚动条来做 来限制住它的那个最大值和最小值 最大值和最小值 比如说是 就0到100吧 整数 0到100 给整数 好 假设我们的这个画面模板 就这么多一个内容 就这么多内容 那么虽然呢 这些东西都摆好了 但是很多都没做 像这个变量的连接 我们还没做 我们还没做 那么我们首先要见变量 我们首先要见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呢 我们 用画面模板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做成结构变量了 大家注意 这个是结构变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 在画面模板的时候 我们可以定义结构变量 比如说我新建一个结构类型 那么这个结构呢 叫做 我叫做ABC 因为 之前那个项目做成PID的 我们就改一个名字 叫ABC 然后在这个结构下面呢 插入新元素 比如说这个是 浮点数 都用浮点数 它的名字 叫P 这个呢 叫I 这个叫D 这个呢 叫T 采样时间 采样时间 这个呢 叫微分延迟时间 TF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 设定值 SP setpoint 还有一个什么 位 手自动 AM 好 假设就 做这么多 假设就做这么多 这是一个 类型 结构 叫ABC 类型 选OK 好 另外呢 我想做成内部变量 所以呢 我在这里 对每一个元素呢 都选成内部变量 这样就方便我们模拟 做成内部变量 好 OK 现在呢 我们就定义完了一个结构 但是没有实际的变量 没有实际的变量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要定义实际的变量 在内部变量这里 我要新建一个 ABC类型的 这样一个变量 那比如说 这个是其中一个PID的回路 叫PIDA 那么我就建了一个PIDA的一个结构 它里面呢 有六个 七个元素 PID TS TF SP AM 那么可能还有第二路PID 再建一个PIDB 好 就这是TIPIDB的那个回路的这个变量 还有 比如说有PID PIDX 有很多个 比如说这是DX个 但类型呢 也是ABC类型的 OK 好 那么假设呢 我们就有三路PID 分别建了三个 ABC类型的这个结构变量的实例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去把它关联起来 怎么去把它关联起来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幅画面 FacePlay这幅画面 那么现在呢 我要关联变量了 我在这个IoE显示的是P 属性 输入输出这里 它的输出值这里 我要选什么呢 这里填什么呢 这里呢 就不是直接选 不是直接选 这里就不是直接选这个结构变量的某一个变量的P 不是直接选它 为什么呢 如果选择了它 这个IoE永远显示的是PIDA的这个 这个变量 这样呢 就不符合我们把这个画面做成模板的一个要求了 不符合把它做成一个模板的要求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怎么填呢 我们只需要填它的这个后缀 只需要填它的后缀 比如说是P 在动态这里填 填P 填上P就可以了 P是什么 P就是刚才我们建这个结构 其中一个元素的名字叫P 其中一个元素的名字叫P 那么就按照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对其他的输入输出 按同样的方法 这是I 这个呢 是D 这个呢叫TS 这个呢叫TF 这个呢叫A斜杠M 那么注意了 我填的都是这个结构变量的元素的名字 元素的名字 那么还有这个滚动条 在它的过程驱动连接 连接的是哪一个呢 SP 同样也只是它的一个元素 这个结构元素的名字叫SP 那么这个棒图呢 过程驱动连接 棒图显示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要显示这个它的实时值 那我可以通过它的事件 过程驱动连接 然后直接连接 把它的过程驱动连接 给到这个棒图的 过程驱动连接 好点确定 那么这个呢就是IOU呢 同样也是选成 或者这样 我把这个 滚动条的过程驱动连接 连到了这个IOU 这个IOU是IOU几呢 这个是IOU输出输出输入输出于6 我把这个棒图的事件里面的过程驱动 更改连接到这个输入输出 于6的输出值里面去 那当我拖动这个滚动条的时候呢 这个输入输出值 就会实时的在变化 我就可以看到它当前实时的设定值 等于多少了 那我这个棒图 显示的这个过程驱动呢 这里呢就写成sp就行了 就是它的设定值 设定值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的主态就做好了 主态就做好了 那么怎么样 关联起实际的那个变量呢 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 到画面四 画面四 我们在画面四里面呢 用画面窗口的方式 把这个pid Face plate 这张画面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 那么它的大小呢 要跟这个画面窗口要匹配啊 它的大小是 250x300 这是位置 窗口的高度 这是一个画面模板的这个窗口画面 比如说这是其中一个回路的 假设我有很多个回路 这里只够放了下三个回路 好 那么在这三个回路里面 同样显示的是同一幅画面 显示的都是pid faceplate这幅画面 就是这一幅画面 但是这三幅画面里面的这些变量 应该所连接的 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 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 那这个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画面窗口的属性 虽然它们显示的都是同一幅画面 画面名称都是pid faceplate 我们刚才建的叫faceplate不是pid faceplate 这幅画面 这才是我们刚才新建的一幅画面 好 显示了三幅一模一样的画面窗口 都是显示同一幅画面 但是在这个画面里面 这些变量 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的 但是呢 这个变量的后缀都是一样的 后缀是p 都是某一个结构的后缀 那么插了插在哪个地方呢 p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变量 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变量 那么p只是某个变量的后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量 我们来看一下pida p只是这个某一个实力的一个后缀 点p 但是它的前面 pida 这里才指明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变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画面窗口 的属性里面 其中呢 它有一个叫变量前缀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pida 填到这里来了 那也就是说 当运行起来以后 这个画面窗口所显示的里面的所有的变量 都会附加一个叫pida的前缀 它里面的变量都会附加一个叫pida的前缀 所以呢 最终呢 它会连接到pida.p pida.i pida.d 这样一个一些实实在在的变量里面去 同样呢 在第二幅画面里面 前缀 这是pida.d b 这是pida.d x 好 那假设我有一百幅 一模一样的画面的时候 我只需要建一百个这样的 画面窗口 然后只需要改一下这个前缀就可以了 改一下它就可以了 那我就不用 重复的建这样一个画面 然后这里面呢 连不同的变量 这样呢 能减少我们很多的工作量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运行起来的一个结果 灰色是代表了 现在这个连接还是有问题 我们来检查一下 看一下哪里出错了 是这样 漏了一个 好 在这个变量前缀这里漏了 漏了一点 因为呢 对于变量来 对于结构变量来说呢 它的格式 首先呢 是这个pida 一点 然后这是p 这才是它一个完整的一个格式 就像我刚才见的这个 比如说pida.p 这才是一个变量的一个完整的表示 刚才弄了这个点 所以呢 它 把这个变量呢 显示错误 它就是找不到这个变量 所以它显示灰色 我们再 改一下 好 那现在呢 就显示正常了 我单独的调试这个 它不会影响其他的画面的 它不会影响其他画面 那么也就是说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了 只需要做一次这样的画面模板 就可以连接不同 就可以做好多副 复制出很多副 一模一样的画面 那么只需要改的 就是这个画面窗口里面的那个 变量前缀名就行了 这样就很方便了 这样就很方便了 那么整个相互运行起来 那么这些可以切换画面 上面和下面都不变 都不变 那么 大体呢 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 例子里面大部分的功能了 剩下的还有两个 一个 我们怎么样做 检查这个连接有没有 正常 还是不正常呢 我们可以 做一个静态文本 做一个静态文本 在最上面这里 然后呢 打开它的属性 在它的这个字体 文本这里 我要做一下它的动态显示 打开它的动态对话框 打开它的动态对话框 然后呢 在这里呢 连接一个外部变量 随便一个外部变量就可以了 比如说连一个 X 随便一个外部变量都可以 连一个X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变量状态 变量有什么状态呢 变量有很多状态 比如说没有连接是它这个变量的其中一个状态 当这个 VCC检测到这个变量的状态是没有连接的情况下 那么输入什么文本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输入了 连接中段 当它这个状态是正常的时候 那就是这里 其他这个地方 我们要输入 连接正常 这样一个文本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 通过这个文本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连接 这些究竟有没有正常 我们知道变量 它都有状态 它的状态呢 就是有这么多种状态 比如说是超线的 超超出上线的 超出下线的 也是它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它赋予不重的文本信息 显示在我们的画面里面 现在呢 我就用它的一个没有连接的这个状态 应用 应用 然后保存运行 这个时候呢 显示Connection OK 是因为我的这个PLC 是运行起来的 我们的VCC呢 跟我的PLC 是建立起通讯的 假设我现在把PLC停下来 大家看到它这个状态 就马上变成Connection fail 连接失败了 再运行起来 好 运行起来 建立起通讯以后呢 这个连接状态呢 就OK了 这是好的状态 好 最后还有一步没做 就中英文切换 中英文的切换 这个都很简单 我们在试图 语言 这里 我们当前语言选择是中文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编辑语言是中文 当我们把项目切换到中文底下的时候呢 它会显示我目前项目的这些文本信息 那么如果我要按下这个英文的这个按钮以后 它要切换到英文 所以呢 英文我们现在还没定义它的相应的翻译 所以呢 在语言这里 我要首先把这个语言设置成英语 也就是说当前的编辑语言是英语 点确定 大家看到现在很多的文本都变成问号了 是因为我们还没翻译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只需要翻译过来就行了 好 比如说这是 画面一 画面二 画面三 画面四 当然呢 这个呢 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去做 这里呢 我们还是填上中文的中文 这里呢 填上还是填上英文 这样就不至于切换到英文以后呢 中国人不会看英文 就不知道怎么切换回中文了 那么其他的也一样 我就不一个一个去去设 我们运行一下 当然了 我还没做这个切换的功能 我们把语言切换回中文 那么这个语言切换呢 有动态向导 首先选中中文的这个 按钮 在动态向导这里面呢 有个语言切换 选择下一步 鼠标左键点击它 然后指定的语言呢 是中文 默认是中文 如果要改的话 可以在这里选 完成 英文呢 同样也是要做语言切换 鼠标左键 然后呢 这里呢 我要我们要选的是英文 下一步完成 那么这两个按钮呢 就赋予了切换 语言的功能了 我们保存运行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当前的是在中文 环境下运行 我点这个英文 那么现在呢 就变成英文了 像是picture一 picture二都已经翻译过来了 剩下的呢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逐个逐个去设置就好了 这是中英文切换 切换的一个方法 那大家可能觉得很麻烦 那这样的话 我每一个文本都要 逐个逐个去翻译 每一幅画面都要逐个逐个去翻译 确实很麻烦 当然vcc呢 有个小工具 这个工具是什么呢 我们打开 vcc的这个目录 然后这里面呢 tools这里面呢 有个ec language 就是简易语言 那么这个工具呢 也可以给我们方便的 做这种中英文翻译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 那么这里呢 我这里呢 要选画面 我要对长哪几幅画面进行翻译 那我要在这里选 比如说主画面 把它传过去 还有一幅什么 还有一幅pid的 faceplate的 这是我这个项目的这么几幅画面 我要对这几幅画面进行这个语言的设置 那么语言呢 我要做什么 有中文 也有英文 是两种语言 那么我 当我点这个开始以后 它会把这几幅画面里面的所有的文本信息 进行一个导出 因为我这里选的是导出 导出到这个文件里面 这文件的后续呢 csv 效格式的一个文件 csv 我们开始 这个过程呢 有点慢 需要稍微等一下 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cc所谓所在的那个路径 所在的路径呢 就是在我们mincc安装目录默认的情况下 在我们mincc安装目录 下的 这个mincc project下面的 这个项目底下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项目底下 这个还没结束 再稍微等一下 导出了这个cc的文件 结束以后我们就可以打开它在excel表里面做这个翻译的工作了 好 这里面 还没结束 最后一幅画面 好 这样已经结束了 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cc这个excel文件 它是csv结尾的一个文件 好 我们看到 好 它这里面有很多信息 简单来说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静态文本一 主画面 一幅一幅画面都给我们分隔开了 这是画面一 这是画面二里面的信息 然后我们首先看主画面 主画面里面 我们刚才翻译了几个 画面一 我已经把它翻译成 pice 画面二把它翻译成pice 二我们就按照这个格式 对还没翻译的做一些翻译 比如说标题的abc项目 还没翻译过来 因为都是问号 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 abc project 就这样翻译就行了 就这样翻译就行了 还有我们逐个中央看 比如说画面一里面 这个按钮的1 我们还没翻译成英文 那么我可以写成1 按钮这个0呢 写成0 好 那么 组号组号看 把它全部都翻译过来 那么做完这个呢 保存 好 好 保存以后我们还用回这个工具把它导入啊 选这个导入 现在要导入导入还是这个画面啊还是这个文件 因为我们已经翻译完了嘛 把导入 然后这里呢 把什么导入 把英语导入进去 开始 导入完成了 我们再运行一下我们的画面 好 大家看到中文还是中文 切换到英文底下 刚才没有翻译的这个abc项目 现在已经翻译过来了 现在已经翻译过来了 好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easy language 这个小工具来做这个翻译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么 至此呢 这样一个例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 其实呢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包含了很多内容 而且呢 这些内容呢 都是最最常用的 这些内容 那么 掌握了这些以后呢 我们做画面呢 就比较 基本上 一些 简单的画面呢 或者是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 我们都可以胜任了 胜任了 那么很多 但是呢 有很多涉及到一些脚本的 动画等等这些呢 我们到后面呢 再给大家介绍 那么最后呢 再讲一讲一个例子 一个叫菜单与工具栏怎么用 菜单与工具栏 那么运行以后呢 他的样子就是这样 就在我们VCC运行画面里面呢 他可以做这样一个菜单 还有这些按钮 这个呢 这种样式呢 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样式 那么菜单与工具栏呢 在菜单与工具栏 这个编辑器里面去定义 去定义 那我们来看一下 菜单与工具栏在这里 我们双击打开 那么在你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这个菜单了 比如说我这个菜单底下插入元素 它的文本呢 我们可以填在这里 叫X1 可能X1底下呢 又有XX1 这个底下呢 有两个选项 还有XX2 那还有另外一个X2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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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怎么样把这个菜单 在我们的画面里面去显示呢 我们首先取消激活 在我们的计算机 双击打开这个计算机属性里面 有个图形运行系统 这里面呢 有个选项叫启动 起始 主态 菜单和工具栏 我们浏览 把我刚才建的那个Untitle的这个菜单 选上 OK 好 这个时候呢 在我们运行起这个画面的时候 运行起来以后 这个菜单呢 就自动的 会显示在我们整一个画面的最上面 这个部分 显示在最上面的这个部分 这里X1底下有XX1和XX2 XB底下呢有XB 这就是这个菜单的一个效果了 那么当然呢 这正常情况下 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菜单呢 都是用于切换画面的 那么怎么样切换画面呢 比如说我点XX1 我想切换到XX1那幅画面 点XX2 我要切换到XX2那幅画面 这个又怎么做呢 这个要接触于我们的脚本了 接触于我们的脚本了 那么我们再打开这个菜单 与工具查看帮助 在我们MCC帮助里面呢 它就有这一段脚本 好 就有这一段脚本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一段脚本 复制出来 把它复制出来 把它复制 然后我们要在我们的 因为这一段是VPS脚本 好 在我们的全局脚本 的VPS编辑器这里面要打开 然后呢 新建一个 项目模块 然后呢把这一段脚本呢 复制 把它把这一段脚本呢 复制 啊 新建一个项目模块 把这段脚本呢 复制到这个模块里面呢 然后保存 然后这个脚本 这个名字呢 叫activate screen 这是它的函数名 这是我们复制过来的 那么假设我要在 因为现在切换到 英语底下 所以它现在还是问号 好 我们没关系 可以把它改一下 这个应该叫X1 XX1 XX2 这个是XB XB 好 假设我选中这个菜单 我要把画面切换到 另外一幅画面上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要在脚本这里选中 我刚才新建的这个 这个脚本 把它选中 选中以后 它切换到哪一幅画面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画面的那个名字呢 就填到用户数据这里面就行了 比如说我要它切换到 A1这幅画面 我就把A1填到这里 XX2呢 我就切换到A2这幅画面 然后脚本呢 还是那个脚本 选择 选择 好 我们保存 保存一下呢 我们再运行一下这个项目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XX1点上以后 是不是切换到那幅画面去 好 那现在呢 就已经切换到A1那幅画面了 XX2呢 就切换到A2那幅画面了 其实剩下的也是同样的这样定义 当然了 如果我们不想切换 不想做切换画面 那么在脚本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自定义我们的一些脚本 就不用这个脚本 我们可以自定义另外的一些脚本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这里呢只能选这个VPS脚本 只能选VPS脚本 那这个用户数据呢 就是我们的画面 的名称 那么工具栏跟这个菜单 是一模一样的用法 我这里呢就不举例了 同样他也是插入一个工具栏 工具栏呢 下面呢可能有很多元素 工具栏元素 1和2 那么这个元素呢 用用来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可以打开脚本 也是用来切换画面的话 就把它填定来 用户数据就是我们的这个 画面号画面名保存 再运行一下 好 那么这个呢工具栏 tuba item2 我们就定义了一个切换画面的功能 画面1 就定义了一个切换画面的功能 他就把画面切换过去了 这是工具栏 与这个菜单的一个应用了 那么这两个例子呢 通过这两个例子呢 我们能学习到一般我们的画面是怎么布局的 我们的画面布局以后 里面的对象是怎么应用的 包括空间呢 包括很多各种各样的技巧 那么通过这两个例子呢 我们能大概的了解了一下 那么最后呢 一句总结 那么这里 这两个例子 包括我这一节讲的所有的内容 都只是这个过程画面里面的一小部分 更多的还要 大家去慢慢的去发掘 在实践的过程中去慢慢的去发掘它的一些功能 那么 所以呢 在新闻子 随着这个每一个版本的WINCC 它会都会出一个demo project 在这样一个文件 demo project 也就是一个样例子程序 在这个例子程序里面呢 它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应用 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程序 安装到我们的电脑里面来打开它 然后看看这个例子程序里面 是怎么做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 在这个例子程序里面呢 涉及到非常多的技巧 如果我们在使用这个例子程序的过程中看到 好像这个操作非常适合我的项目 那你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画面 打开看一下它里面是怎么做的 那你也可以参考它来做 那基本上呢 这个例子程序里面呢 用到了所有WINCC的技巧 我们运行一下 好 这就是一个例子程序运行起来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这是语言的切换啊 中文德文法文的切换 然后这个菜单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菜单的一个应用 菜单以后呢 它是切换画面用的 这些菜单全部都是切换画面用的 然后它这里面呢 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例子 各种各样的例子 我们都可以参考着它来做 比如说这个说法 画面的说法 适合我用 适合我这个项目用 那我可以就找到相应的这个画面 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做的 我们可以参考 其实呢 它就用到这个画面窗口里面的一个说放音子 画面窗口的说放音子 那么更多的就要靠大家去慢慢发掘了 那么我们这一节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